你看看我们现在,师父是这样吗? 是不是老样子啊? 大家都不敢承认,我跟你讲哦,你在承认咯,在过几天演笑节咯, 我趁这个机会赶快忏悔,师父,我举手,我真的是老油条还是老样子? 哦,甚至有时候啊,越学越苦,不学佛的时候还好, 一学佛,越学越乱,越学越苦,什么原因呢? 你没有发现这种的体验? 我拼命每天都在念阿弥陀佛,我天天都在拜佛,我天天都在诵经, 烦恼也没有介绍?没有啊! 真的,我们人很多这些毛病,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毛病建立在哪里?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没有把这个果子看破,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障碍啊! 你们有没有发觉呢?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最大的障碍,今天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要把这个障碍除掉 都是要修这一课啊! 所以我们静中,静中修学的宗旨建立在哪里? 心静心啊! 你把我执 放下了,你的清清清清起来了 所以我们学佛 第一个好处是建立在哪里?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去发觉啊? 我们学佛最大的好处 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事实的真相 建立在哪里? 他能够包容 这个就是学佛的好处 你能够包容一切万物 对人,对事,对物 你没有那么容易计较 你的人生当然很乐观啊 你的人生当然很快乐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很苦 斤斤计较啊 对人,对事,对物 没有一件事都不计较的 你说你苦不苦 谁不苦呢?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什么样的人生最快乐 你能够包容一切 你就是最快乐的 你就是最乐观的 所以啊 中风果施 我们看下面 要我们念佛的人 学佛弟子 一定要把念佛 修行这个方法 要以生活能够融合而已 你真的一定要把这句名号 变成你自己的生活 变成你自己的环境 变成你自己的环境 变成自己的 你的念头 你的行为 你的意愿 你的源 通通通全部 全部融合而已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就不可思议了 一定要把佛陀的教诲 落实在这个生活 去培养自己的福德 这样才是念佛 不然的话 中风果施怎么说 道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城中了自心 就是叫你要把 这句名号 落实在生活里面 变成你自己的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智慧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的力量 弥陀名号的功德力量 不再建议在外境 都是建议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那个才是念佛的功德力量 不然的话 我们念阿弥陀佛 不会有得力的 祖师大的为什么念佛不疲劳 念佛为什么法喜 因为他把这句名号 变成自己生活的力量 变成自己生活的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应该要用什么样一种心态 来念佛呢 中风果施告诉我们 用你的乐观 用一个健康的心 用一个欢喜的心 用一个觉悟的心态 来念佛 来面对我们眼前 这些的琐事 面对我们眼前的烦恼 让我们这个烦恼 的心 能够 脱离出来 让我们这个生活 能够更有意义 更有美满 更有快乐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 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能够悟出这个道理吗 说起来的能够明白的人不多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念佛不能得利的原因 有人认为我坐在那边念佛堂 我念阿弥陀佛 真的在修行吗 不一定 不一定在修行的 你看很多人都拿着念珠 天天拿着这个金本 走到哪里拿着念珠 走到哪里拿计算机 天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真的在修行吗 也不一定